就好像很多人讲 什么 酒肉传藏过 佛祖心中做 好愉快 对不对 我常常讲这个批语讲了好多 对 对极了 你将来入地狱佛祖都在心中做 你相信吗 你的佛性有离开过你吗 但是你 虽然佛都在心中做 你眼前造作业力将来成就的世界 你躲在那个世界的假假的业缘 业报当前 你要灭不到这个佛 你就是真寿如是业 就是那么痛苦啊 极大的痛苦将来你若是都处在决心中 决心感觉到痛苦 你要是真正德 但我不是跟凡夫讲的 真正德如是决心 就是眼前这种痛苦 你也是在决心之中 亲近看一切痛苦 就类似令人经讲的嘛 那个尊者目次穿处 虽觉觉痛 觉不是痛啊 虽然有痛觉在眼前 但是觉得这个痛觉的不是痛觉啊 所以他就马上反普归真 正阿罗汉了 所以阿罗汉站在决心之中 他不知道痛吗 知道 但他是痛吗 不是 所以才会说什么 世尊献种种病 维摩杰才说 你不能说世尊有病 为什么会经文之中有这种反差 决心当然明白一切病嘛 决心一定能献一切病嘛 但决心献病的时候 你能说绝是病吗 就像镜子照黑之时 你能说镜子是黑吗 他永远是镜 他叫做释迦摩尔 他永远住在那个能 能人能极 他能人一定知道病 知道一切万法叫能人 能极 他永远你不能拿病说他 叫能极 你不知道你的决心都是如此 假如我们的决心不是如此的话 这就是主师讲 那你要是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要是觉得痛 应该很痛 而且很痛 你应该也不知道是痛 因为你常受如是痛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痛 为什么会有感觉 怎么样的盎然 感觉这样生动 因为你能觉感觉 那个决心从来不是 种种感觉 你才会生动 这不是你的本来面目吗 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就是你的本来就会有感觉 这个本来是你的本来就会有可能的 你不是跟你们对 Opern